朋友们好,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我看猴哥还没有给我传过的视频了 我说我补充一个吧 这段时间呢,我这不是也鼓头 我说写我这个东西吗,有点忙 有朋友问我说在哪能看到 我也感谢很多朋友告诉了 说在头条上能点到 我再重复一下 在今日头条,多伦多园京猴头像下边 有一个文章点开就看到了 我也自己推销一下 谢谢大伙捧场了 今天跟大伙说点啥呢 就是最近这不是中央一台 这黄金阶段播放这个电视剧吗 人世间,那个好几个朋友了 就告诉我说你看看 对你写作有帮助 我再看着 这个提前预告的时候我就关注了 因为每年那中央电视台开年大戏 就是一月份播的电视剧 都是质量上成的 都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看的也是从中能学到点东西吧 就是写作方面学不学到那个倒是不是怎么紧要了 我就从里边的人物 人家那个对人生的态度 人生那个格局上啊 我就找着点能让我变意 有时候就小心眼冒上来 也给自己开解开解不愉快的时候的情绪 这个剧特别还是梁小生那个大作家写的 我也愿意看 以前那个雪城啊 就前二十多年吧 那个描写东北 就是黑龙江那个知情的那个一些电影电视剧 我也看 我也喜欢看 但是这么多年了就因为这个做点小生意啊 还有生活奔忙 我就没有时间看电视剧 从哪结婚以后 哇 我们说我看那电视剧 就是总共的有数了 因为哥哥哥我俩在东北农村的时候 没有电视剧 看不着 完了上大连做小满满 就没有事 没有时间了 完再到那个加拿大多伦多呢 那些年家里住留学生孩子 开始电视收不着 后来电视能收到呢 就怕影响小孩子们学习 不敢放声音大 屋子小嘛 上面也住孩子 楼下也住孩子 所以就不敢看 我记得好像那两年 就是搁这个手机 搁这个iPad上 看了两个电视剧 一个是那个 那是高满堂老师写的 那个知青面 那个雪花那个飘望 看过一个那个 还看过一个什么来的 那个印象就不深了 像这个中央台的每年 就是前一年 那个2008年 那个开年大戏 那个传关东 那是在我 就是看所有电视剧里边 那是就是已经高高在上了 没有任何一部电视剧 不管市场反映真好 怎么好 还是观众怎么 推荐别的 我就是认为传关东 那是没法 在我心里 那是没法超越了一部戏了 那个就是太好了 猴哥我俩 已经反反复复 断断续续的 这一集那集 已经看了无数遍了 这个看就是 特别是在猴哥受伤以后 那年回山东 那济南小左爸妈家 那个那个房子 黄屯那个老房子里头 那也是暑假时候 正好还播那个电视剧呢 那天天看 看猴哥就哭啊 看就哭啊 就看那个 哎呀就看着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猪开山哥是 淘金厂回来 走到村口 跟那小桥上 一屁股坐在那了 胡子拉叉 这满脸是胡子 那段是哭 完了看着那个 仙被恶霸欺负 那段也哭 反正那个电视剧 就从头啊 到我也就是 很像你就是 心情特别 特别激动 就是始终是 就在牵扯 你这个情绪在走 那真是 那在我心里 是无法超越的一部电视剧 我最喜欢看见了 一个是 也是跟我们的 这个身世有关系 像猴哥 我们俩都 祖先都是从 山东到东北 讨生活的那种贫苦农民 我小时候就是 听我爸爸讲 就讲说 我们家这老祖宗 从山东过到 东北的时候 哥三个 那是几倍之前了 小哥三 赶他牛车 走了 走了可能 差不多都是 有一年来的 才到东北 到那个 哈尔滨东边 有个岩寿县 有个猪蹄河沟里 在那里就 山上那个 挖个坑 上面边沟 那个包米干 啥 盆个盆 低音子就低音子 那么过生活 所以那些年吧 我其实小时候 就是到十几岁时候 直到想看书的时候 就对我爸 讲那个经历 我就挺感兴趣的 就想收到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老一辈 个山东 怎么到东北的 这些故事啥的 但是很少很少 好像那年就 大连开发区的时候 看过一本什么书 那是人家那个 交通银行 也不哪块 一个人上我们那买东西 拿过那一本 也不讲 那个就山东 到东北的模式 当初只看了标题 没有细看 后来这个 闯关东这个电视剧 一播出来以后 那一下就抓住了 看见这个来劲 从头至尾 一集没落 完了后期 就几年当中 断断续续 断断续续 反正这个电视台 只要打开电视 一播那个 就其他大家就不看了 也不管是其中哪一集 特别是喜欢 看这个闯关东 前半部分 前一半部分 就是朱开山一家 在那个东北 那个开始的经历 你看 后段呢 就是跟日本鬼子 在哈尔滨 就是阻止日本人 那个收购 煤矿啥的那个 那段因为看日剧 看的多了 就没有前半部分 那么吸引人 怎么和当地农民 这个中地 水源的事 争强水源的事 还有这个 朱开山在金矿 那也是 就特别惊险 我记得有回 看那个 看的 就是朱开山 那个出山林 往外运金的那段 那段就是 有的说说 它有点太魔幻了 就有点太武侠剧那样 我还觉得 那就不管那部剧 哪一段都安排的 特别合情合理似的 完再 又舍远了 我一说这些 好呀 让胡哥讲 就这枕没用 你可来劲 就是现在播这个 这个电视剧也是 你看 这个人世约 我也愿意看 讲东北的事 因为我们从小 在东北长大的嘛 虽然是农村 这个讲的是 城里城镇的事 但是也多多少少 同事那个年代的嘛 那就是这一家人 你看 在现在来讲 也过那艰苦生活 其实农村那时候 都特别羡慕城里 我们那时候 小时候呢 要是城里 县城里头 比如说是省城 县城里头 特别羡慕 完了我就看那 有数的几个剧 还有就是每年嘛 就特别是中央台 艺术 今年第一 一月几号 一月一号 一月五号 播什么剧 我就看 我看 大致看一下 还有 还有有一年 那是哪年了 讲那个什么 讲那个 人间正道 是沧桑 完了到大年 到不年时候 结果他一下就给换了 完了后来说 说什么原因 本来我还不想看 那个剧呢 我不知道是讲什么的 后来被什么给换了 被走西口 是什么给换了 说是那个 人间正道 是沧桑 那个电视剧 说是导演 私生我的事影响播出了 我就觉得好像 不对吧 我好奇 那是好奇 我跟旁边音箱店 就拿的那个碟 我在家里 就楼下卖货 一揣哄了 我就上去了 我自己看了一遍 后来我 觉得可能不是 不是因为导演 还是这个剧情 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那毕竟是讲 当初这个 大革命时代吧 一家三个孩子 走向不同的道路 其中也涉猎了一些 这个国共关系的吧 可能是因为这个 我当时 我自己觉得 不过那个剧确实挺好 真挺好的看着 但是就是哪部戏再好 我觉得也跟 闯关东没法比 闯关东就是在这边 其他的剧都跟他 得差一大截的那种 今天又瞎乐乐乐乐到现在 我就感谢这几位朋友 给我推荐这个人士 我也在看着 咱们大家一起欣赏啊 谢谢大家 这几天时间确实有点忙 也希望大家多多看我写的啊 不光是夸赞留言 也要多提提意见 多给评论 好了 谢谢大家 在头条下面一点开 那个文章就看到了啊